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海外聲援中國白紙革命的朗潮仍然蔓延 有大批中國留學生站出來 喊出共產黨下台 這些中國留學生當中 有很多人曾經是沉默的大多數 現在已經不再沉默 也有不少曾經的小粉紅 現在也轉為反共者 以往大家看到海外中國留學生聚集成群 歡迎到訪的中共領導人 特別是在前幾年的香港人和維吾爾人抗議 海外的中國留學生 通常都會站在支持中共政府鎮壓這一邊 經過中共三年的疫情風控 很多留學生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 留學生都坦然 自己由熱愛共產黨的催眠中清醒 破除了共產黨的洗腦謊 意識到中共才是災難的真正根源 在海外一家知名大學舉行的悼念烏魯木齊死難者集會上 就有化名陳忠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儀會負責人說 三年前就在同一個地方 香港人在此舉行抗議 當時陳忠就站在支持中共的大陸留學生那邊 他說 今天我回到這個地方發言 作為一個反共者 和過去的自己說一聲再見 陳忠由十二歲就通過自由門院檢翻牆 知道六四事件和中共迫害人權的情況 即使如此 他仍然相信中國共產黨 直至三年前 陳忠回國時遇到COVID-19防疫酒店隔離 做核酸檢測的遭遇 令他很受挫 陳忠表示 他們沒有將我們當正常人看待 很誤人道 疫情期間的種種經歷 中國社會的現實 和課本上所宣傳的諸多矛盾 迫使陳忠開始思考 他越來越發現 中共一直向中國老百姓洗腦 而且洗腦的力度和廣道 都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為了更多了解社會 他主動閱讀書籍 當讀到一本 介紹當年德國走向納粹的書時 他經過現在的中國 和二戰前的德國極其相似 都是經濟發達 高度集權 陳忠感慨 中共一直有系統地向中國人洗腦 將中國人變得很可怕 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在抗議集會上 陳忠叫出 我醒不過來了 並說 真正的粉紅越來越少 這是一個趨勢 還有些小粉紅 是真心關心國家 關心民族的年輕人 但就因受中共的謊話蒙騙 而站錯台 在加拿大蒙特利 以聲援白紙運動的集會上 默吉爾大學學生伊森 主動向本台記者表示 想接受採訪 伊森坦然 以前他是支持中共的 遇到這樣的反共集會 他也會反對 有時還會去阻止破壞 但疫情這幾年的經歷 令他明白到 中共太邪惡了 他才是所有問題的製造者 伊森希望得到抗爭者的理解 他說 現在站到正確的一面 還不算太遲 過去我做錯了 是因為被中共欺騙 只能這樣 但現在我為自己負責 站到正確的一面 伊森表明 我贊成NCCP 結束中共 中共是這個世界上最邪惡的政權 中共三年極端的防疫風控 不理老百姓死活 令很多曾經愛共產黨的人 認清黨的真面目 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的學生集會 一名女學生演講的時候 她以前很愛共產黨 但以前有多愛 現在就有多憤怒 因為那些所謂美好的東西 都是謊話 這名女學生 是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人 而世受的教育 是56個民族56朵花 她一直認為 中共概念中的國家很重要 國家統一 在她的自我認識中非常重要 經歷疫情風控之後 看到這個國家 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同胞 女學生說 跳樓的跳樓 燒死的燒死 負責送人去旁邊的大巴塞士翻側的翻側 餓死的餓死 那麼國家統一有什麼意義? 愛國不是愛黨 國家是用來做什麼? 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 她從一部中國禁播的計劃生育記錄片裡看到 一個女醫生說 她自己一個人就下了9萬個胎兒 其中40%都已經8、9個月 並且有呼吸 胎兒下了之後 就直接丟進垃圾袋 還有政府直接上門搶走嬰兒送到福利院 福利院變成國際收養的利益鏈一環 而在之前 女學生對中共計劃生育的認知 只是媽媽墮了幾次胎 誰誰超生罰款等等 這位女學生呼籲大家 一定要去了解真實的歷史 她說 我真是被灌輸謊太多了 我們值得了解真相 了解真相才能創造未來 我很愛國 但是我愛的是我們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政府是誰無所謂 在美國賓夕凡里亞州州立大學聲援白紙運動的集會 發名路西的大四學生向本台記者說 自小老師、家長和鄰居所有人都告訴她 中共政府有多好 來到美國之後 路西也一直是這麼想的 當同學討論說中共獨裁 路西就為中共辯護 她不相信同學的話 但是中國疫情封控造成的各種人間悲劇 讓她開始思索 中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她在網絡影片中看到 因為嚴厲的封控政策 要生兒子的孕婦 和老人家 因為不能及時到醫院治療死亡 媽媽抑鬱跳樓 女兒不能出門 只能眼白白看著媽媽死 路西最後看清了中共不是為人民的政府 而是為他們權貴自己 他說現在我和人民站在一起 我要打倒中共 並鼓勵更多留學生去了解真相 出來抗爭 這些中國海外留學生 大多數出生在八九六四之後 出生就在中共仇恨宣傳的謊話中成長 這些中國海外留學生的覺醒 是抗共大潮的新變化 而在中國大陸也同樣出現粉紅 倒轉槍頭的現象 本台的香港評論員石山 在《青英論壇》節目中提到 最近有很多中國國內年輕人在網上發帖 向香港人表示懺悔 對自己當年詆毀香港抗爭者的行為道歉 石山相信 隨著中國年輕人對真相的進一步了解 對社會的認識進一步深入 粉紅的立場也會發生轉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0周年隨後 餐廣 岩 Aub 閉 由